哈喽,我是王瑞瑶 今天我们再度来到了台南香格里啦 远东饭店来试吃甜点 而且呢,试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师傅 这个师傅呢,在20年前呢 就已经拿到了世界糕点冠军 而且他是法国最佳工艺师莫福 你们眼前看到的是宝师傅 你知道,并不是这个师傅 这个师傅的名字叫做 巴斯卡 巴斯卡 莫里尼斯 好,我给大家看他们在远处拍照 有没有看到,还有跟阿兴师傅 对啊,还有宜津也在这边 今天其实台风天,大家来看宝师傅吃甜点 刚刚好 而且呢,很好玩的是呢 今天在现场要试吃9款甜点 给大家看一下,你知道吗 这款是阿兴师傅做的 阿兴师傅很有梗 阿兴师傅做了一个仿真甜点 这个仿真甜点叫做香柚蒲公英 等一下都会试给大家看 然后呢,阿兴师傅还做了一个叫做幼粒 另外这个呢,是秋季的滋味 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的主题叫做栗子 因为呢,这个巴斯卡的这个非常有名的甜点师傅呢 做的甜点也全部都是以栗子为主 大家其实看到这个颜色就知道了,对不对 好,哥哥你要先吃哪一个 先吃栗子啊 先吃栗子吗 因为刚刚阿兴师傅有讲要先吃栗子 好,那我们就从头开始 因为有9款要试吃给大家看 还有呢,现在呢 香格里拉台南远东饭店呢 推出来的这个甜点呢 要一直卖到9月底 大家午安 好,哥哥我们先来试吃黄氏栗子 黄氏栗子是这个 好,我支付在试吃甜点的时候呢 我呢,念给大家听黄氏栗子的新闻稿 黄氏栗子一个160元 农郁栗子慕斯内涵四层精心设计的内馅 切下去,看有没有四层 包括意大利西西里岛杏仁蛋糕 还有香草柚子奶馅 还有香草酥菠萝与糖漬柑 我们刚刚在记者会的时候有聊到 其实呢,他们用了一个酥菠萝 酥菠萝,有没有看到 对呀,就是秋天啊 而且他们用好多栗子哦 新鲜的栗子 应该是糖漬栗子,栗子泥 阿欣师傅已经回来了 好,来,切下去哥哥 吃一口 你吃一口,还要喂我吃一口 那在这里面的元素里面呢,会发现呢 他有蒙布朗斯做装饰 然后呢,有新鲜柚子跟柑橘 新鲜柚子呢,是来自麻豆哦 礼拜三,阿欣师傅才从麻豆带新鲜柚子回来 如何哥哥 喂我吃一口 他做的都比我们台湾的甜点甜 看一下四层哦,完美四层切片 我觉得甜比较好吃 可是有栗子的风味吗 有 有听众朋友,有粉丝说这么美 怎么能下到呢 已经下了,还有一半很漂亮 阿 阿,阿就是我 阿你嘴巴张开,看不到你 嗯 有没有,栗子 蘇波罗 诶,还有 等一下哥哥 我们这个黄式栗子里面有好浓郁的柚子味道哦 淡淡啊 栗子味还是比较好 不是,它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个柚子的风味 它有一个柚子的香味把栗子的味道都带进去 不太一样,对不对 不太一样哦 诶,很好吃耶 等一下,我吃到的酥酥是蘇波罗还是底呢 我弄不清楚我吃的是这个 因为它的蘇波罗没有蛋 不是,蘇波罗是中间的这一层啊 是这个吗 对啊 这个是蛋糕体啊 中间这个是不是蘇波罗 看下 蛋糕体,蛋糕体 你给我看一下 它蘇波罗是脆的 等一下,我吃一下 嗯,蘇波罗在里面一颗一颗的啦 这个吗 对呀 我哥哥好好笑 有没有,一颗一颗的才叫蘇波罗嘛 而且其实刚刚有解释蘇波罗 刚刚有解释 因为它的蛋糕里面都有蘇波罗 蘇波罗就像是沙布列的塔皮 可是没有加蛋 它不是我们那个菠萝啦 所以它没有蛋 它是蘇脆的 不是我们的菠萝面包啦 不是这样子 好,试完了这款之后 我们要试第二款 第二款的名字呢 叫做赫许,赫许利谷,利谷唇利 因为呢,好,我看一下在哪里呢 赫许利谷唇利在这里 这个 可是你角度摆一下 因为它其实有一个极花很漂亮 有没有看到 而且它有一个淡面 它有一个镜面很美 镜面很美 而且呢 我来念一下,保师傅在切 这个其实是百分之百的栗子产品 赫许其实是一个生产 这也是栗子 这也是栗子 对,就是生产栗子的一个知名的地方 所以喜欢吃栗子的人 这款蛋糕很经典 它说从蛋糕体,从果冻 里面的栗子有做成果冻 香蹄就是它的鲜奶油 都是有着栗子的风味 也是手工花瓣 哥哥手工花瓣拿起来给大家看 就那一片啊 不是,就那一片啊 你说这个啊 对啊 他说连这个都是用 这个怎么会叫花瓣 对啊 这是花瓣啊 手工花瓣也是用栗子做的啊 好,所以哥哥切下去 给大家看 这款叫做赫许 赫许栗五纯栗 它是纯栗 短棉球 倒下来给大家看看 倒下来 对啊 这样才会很清楚 好,哥哥吃一口 很短短哦 哥哥你的底也要切下去啊 怎么把底留在那里呢 保师傅只吃上面不吃下面 吃甜点的口诀 大家知道吗 就是一刀切下去 从头 从上到下都要吃到 好 好,师傅先试吃 怎么样 有没有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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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松露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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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还假的 我知道 我看一下 特徐利谷唇利没有松露啊 可是有一个类似松露的味道 真的还假的 可是它栗子味还是很好 好,我吃一口 而且非常香甜 栗子味很绵密 很绵密 它的栗子 Gloria Gloria你今天有上班吗 台北远东的Gloria 有松露的味道 有嘛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松露的味道 是来自下面那个饼皮 它真的有松露的味道 等一下我问阿星师傅 咦 咦 哈啰 玉萍 阿星师傅 我们有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在吃贺许 来 我给大家看阿星师傅在这边 阿星师傅 我们现在在吃这个贺许 我们在吃这个贺许 利谷唇利 我们怎么搞得有一个黑松露的feel 有吗 是最底的派皮吗 是最底的那块饼吗 你知道吃起来有一个 它是一个粒子 好像 最下面 最下面呢 最下面那片呢 你知道我们吃起来那片饼 好好吃喔 那个是沙布列 好好吃喔 就是刚刚他讲的脆皮 不是 他刚刚讲的沙布列是沙布列 然后酥菠萝是用沙布列的手法做 都是栗子很像 对不对 我问你苏菠萝就是这样一颗一颗的这种 对就是一颗一颗的 中间一颗一颗 很好吃耶 好好吃 而且它的这个栗子好浓喔 栗子味很浓 而且不甜 甜 很好吃 它比我们一般台湾的甜点都甜 但是很好吃 哥哥我还要再吃一口 赫许利谷唇利 哥哥赫许利谷唇利 我还要吃一口 它的味道很好耶 你要连着下面 你要连着下面沙布列的饼皮一起吃喔 有人说前天晚上在门口有看到我们出现 我们其实就为了甜点而来 嗯 我们不只为甜点而来 我们也为了台南小吃 我们吃了好多小吃喔 陆陆续续续在跟大家分享 好 景气之下来呢 要给大家吃的是 诶 异国风情 异国风情这个 转过来给大家看正面 对啊 对啊 台风天都没上班 大家看我们吃美食很开心 对不对 好 这个呢 我再念一下 这个其实我再念一下新闻稿 因为这个蛋糕很有趣 因为呢主题是栗子 对不对 哥哥你切给大家看 好 主题是栗子 可是他用了很多异国水果 这个异国水果呢 包括了凤梨香蕉芒果跟柑橘 然后里面有栗子果冻 里面有栗子果冻 里面有栗子果冻 有熔岩栗子丁 有酥菠萝 还有栗子果冻 然后用整颗栗子做装饰 看得到吗 所以有热带水果 诶 哥哥你拿高一点 你拿高一点 给他看断面 拿高拿高拿高 有没有看到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他的夹馅里面有很多热带水果 好 哥哥来 切开来给大家看 你切开呢 那我要吃了 切开来给大家看 切开来给大家吃 他外面有一个 你知道像巧克力 好 你吃 然后告诉我什么味道 想了解价位 每一个都是160 每一片都是160元 哈囉 诶 就是他 Mosco就是他 他很厉害 他20年前就很红 他20年前就很红 就拿上世界糕点的冠军 而且是莫福 谢谢 大家看一下他的领子 他的领子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 要莫福才可以 对啊 对啊 嗯哼 他很难得 很难得来这里做活动 我们等一下在外阿星师傅 学了什么东西 诶 他一直要推荐他的蒙布朗 蒙布朗 等一下我们要告诉大家 蒙布朗是经典 经典的蒙布朗 OK 好来 老师傅来 来告诉大家 一国风情 谢谢 一国风情的味道 他互含我们这个热带水果的那个很热情的滋味 你给我吃一口 你吃就知道了 好 因为呢他们很敢用哦 百香果有莓果的味道跟栗子的味道混合在一起 甘菇芒果香蕉鳳梨很敢用哦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 保湿铺好怕我胖 好香 好香 哦 水果味好浓 可是水果味那么浓也没有盖过栗子 因为栗子的口感沙沙的很好吃 我个人很喜欢栗子啊 我去了法国一次之后 法国巴黎一次 我就发现法国的秋天 街道上 街道上全部都是在做糖栗子 而且都用铜锅在 法国的糖栗子非常好吃 好好吃哦 他不是硬硬的 他咬下去是松棉的 而且因为这个义国风情里面 酥菠萝有口感 好好吃 这个热带的好好吃哦 这个义国风情好好吃 田中带点果香非常的迷人 而且在嘴巴里面 你知道有一个感觉 好我们接下来看的是阿尔朗 阿尔朗呢 在这里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阿尔朗 阿尔朗 阿尔朗不见了 阿尔朗是这个 有翅膀的这个吗 不是这个 来哲哥交换过来 给大家看一下阿尔朗 这个阿尔朗呢 他们说呢 如果是玩热气球的人 就很清楚知道 阿尔朗是一个伯爵人 伯爵的名字 这个伯爵呢 是第一个坐上热气球升空的人 就成功坐上去的 那为什么取名叫阿尔朗 就是因为呢 在这个地区 阿尔内的地区呢 有产西洋梨 而且呢 还有 在他的车程很接近的地方 就是赫许这个地方 也产栗子 所以他把它结合起来了 哥哥来 阿尔朗 切给大家看 我念一下阿尔朗的介绍 阿尔朗呢 是入口即化的水煮威廉洋梨 结合甘甜的栗子 它的内层呢 还融入了栗子慕斯 还有酥菠萝 都有酥菠萝 酥菠萝的口感很棒 来哥哥 哥哥拿高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大家其实这个断面 层次都好清楚哦 分明而清楚 好来开始 我自己看一下 对呀 保师傅我都没有看 阿尔朗 来 接下来 我听到脆脆的一声 有听到脆脆的声音 哈哈哈哈 阿尔朗 保师傅的表情好深沉哦 它有脆脆的脆饼 然后呢 有软软的西洋梨蜜汁 可是西洋梨跟栗子合吗 合 而且包覆着这个 所有的栗子的味道把它包起来 那你也给我一口 嗯 因为其实在洋梨 就比如说煮的软软入口即化的洋梨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啊啊啊啊啊啊 啊 很好吃的洋梨 我吃吃看 好 我一直啊啊啊啊的叫 王师傅都快受不了了 可是老实讲 这次的栗子蛋糕 它的颜色 Simon Simon你在哪里 Simon堆上直播了 我这台南山了 我们今天已经第三天了 嗯 欸 杨梨的感觉没有很 没有很强烈 没有一丁一丁的 对啊 它咬起来软软脆脆的 没错 杨梨咬起来软软脆脆的 可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烈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蛋糕体 很好吃 它强烈的是里面脆脆的东西 它里面有一个蛋糕体 然后有一个脆脆的口感 对不对 脆脆的是饼 而且我还蛮喜欢栗子蛋糕沙沙的感觉 好 紧接着给大家试萌布朗 萌布朗呢 就是刚才这个 这个主厨 主厨呢 刚刚拍照一定要拿萌布朗 就是这个非常有名的巴斯科 巴斯科主厨 一直都在讲萌布朗 可可你拿高一点给大家看一下萌布朗 它的萌布朗也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呢 它的萌布朗的上面 有一个蛋白 有一个蛋白塔霜 有没有看到 有一粒球 有一个东西 对不对 对不对 重头戏来的 它一直在讲它自己的萌布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做萌布朗 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推荐它的萌布朗 好 哥哥来 切下来 一样我念它的萌布朗给大家听 经典的法式甜点萌布朗 好 然后呢 这款有香草栗子奶馅 还有安努尔白巧克力 包覆着苏波罗干烤蛋白 加上萌布朗丝 最后撒上雪白的糖粉 它哪里有雪白的糖粉 骗我 没有 它的萌布朗跟别人不一样 哥哥 它的萌布朗并不是所有的都是栗子丝 中间有东西 中间有鬼 谢怡荣 我们现在在台南香格里拉 台南远东饭店 我们跑到台南来度假了 哥哥你先下去先吃一口看看 还有啦 这个法国的莫夫师傅 还有20年前就拿到了世界高饼冠军 这个巴斯科师傅 巴斯科师傅只有停留在台南 没有往台北走 我师傅的表情好好玩 这个栗子泥更绵密 哥哥你切一块给我吃 对啊 你看 它只有上面这里 等一下我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它并不是像一般所谓的萌布朗蛋糕 都是栗子泥 没有 它中间的断面是不一样 对啊 诶 我们的粉丝说要冲到 冲到饭店里来 给大家看一下 哥哥我对上面那个球体感到好奇 你吃吃看 这种球是什么 它像一个慕斯 这不是蛋白霜 蛋白霜 蛋白霜一条这个 诶 等一下 我说我对上面感到好奇 结果我居然保湿布塞到他的嘴里 啊我呢 这里还有 所以这是一个栗子 栗子 它不是栗子 它是一个球体是什么 它不是栗子 它像一个蛋白 奶味好重哦 牛奶蛋白的木属 奶味好重 它说现任的总经理周立华 就是Alice周 是以前她在华国的同事 是不是 他也带过华国 对啊 谢以荣当然带过华国 不是啦 不是啦 我说我们这个总经理 它的蒙不朗 跟一般的蒙不朗 不一样 奶味很重 很香 好 接下来要给大家吃的是 立出巧莉 给大家看一下 哥哥你拿高一点 我念给大家听 这个其实是把栗子跟巧克力结合 它刚才有特别强调 而且是百分之六十亿的巧克力 好 然后呢 它呢 呃 会有 它其实里面是巧克力慕斯 然后有四层 有四层是羊梨栗子冻 还有 熔岩栗子酥波罗 还有巧克力的栗子酥波罗 跟栗子蛋糕体 好 哥哥你从上面直接切下来 一定是又软又脆啦 对不对 你从上往下切 从上往下切 好 好 看断面哦 哈喽 庄佩婷 我们来台南了 已经来第三天 哦 我搞不好 师傅这次切得很美 好 拿高 看哦 断面秀哦 好清楚哦 好 看一下栗子跟巧克力 合不合 好端哦 它这样切下去好端的感觉 对不对 那是结实它不是端 切实端 我要拍保师傅吃哦 如何 它有点巧克力苦苦的香味 巧克力又到很浓 巧克力的浓味以后 栗子味道又浮现出来 好 而且有淡淡的那个 它有一个栗子饼干的味道 那我呢 那我给你呢 好 看哦 保师傅在切的时候 会发现它其实有一个弹力在 弹力在 欸 掉了 呵呵 我们还没有吃到阿兴师傅的 阿兴师傅的 阿兴师傅的 我们要做压轴 看哦 这个叫做 粒粗巧粒 它的造型很可爱 巧克力加粒子 嗯 诶 巧克力的味道很重耶 对啊 很浓啊 带点苦味啊 而且也是苦 苦苦的 嗯 嗯 嗯 巧克力跟粒子 很密人 这个味道很密人 其实一开始是冲出巧克力的味道 后来就是粒子 现在的尾味是用粒子压阵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试的就是 阿兴师傅 大家看到在后面的 可爱跑来跑去的食谱 来 它这个 其实它做了一个仿真甜点 可可拿糕 把它的这个甜点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很流行仿真 它呢 礼拜三的时候跑去了麻豆 麻豆 谈谈麻豆 文代已经盛产了 结果它居然就做了一个这样子 很好笑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笑容 有没有 有没有很仿真 有没有 你要这样开过去看到 而且我本来讲说 诶 这上面没有毛细孔 仔细看其实是有毛细孔 有 有那个皱皮 橘子皱皮 有粒子的毛细孔很好笑 不是粒子 柚子 柚子 对不对 好 哥哥 来我还给哥哥 然后我稍微念一下这个香油蒲公音 它为什么叫蒲公音呢 希望大家吃到这个甜点之后 能像蒲公音一样 把快乐散布出去 所以他给它取个名字 这个呢 仿真甜点是以新鲜柠檬制成的蛋糕为底层 采用台南麻豆小农栽种的新煎文蛋 它是故意的哈 做成了果酱 作为夹成 而且呢 外层包覆着香草柚子 白巧克力慕斯 然后所以它在柠檬中又有文蛋的气息 好 听说它的 里面的柚子占比70%以上 里面的柚子占比70%以上 我要用比较低的角度来拍这个可爱的 你看 你看 都是啊 这个都是 哥哥你推高一点 哦 它真的很会做耶 它这里面都是柚子耶 里面的柚子线啊 而且是台湾的麻豆的柚子 好 哥哥来 麻豆文蛋 麻豆文蛋 我哥哥先吃一口 再告诉大家 好漂亮 真的很漂亮 我也很意外 它会做成这样子 如何 如何 柚子又香 又带点酸 可是里面是果冻吗 你刚才吃的是果冻吗 嗯 不能讲果冻 那是什么 果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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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点浓稠感 因为它里面有果胶的样子 保师傅现在在讲话 我都闻到味道 对啊 好香 保师傅 保师傅吃完了这个 吃完了这个香药蒲公英 我都闻到味道 它让你那个 柚子的香味让你精神一震 有没有看到了 里面有很高比例的柚子的果酱 而且是我们台南麻豆 麻豆的 嗯 它煮这个果酱有加皮 要点苦味 对 又香 它有加皮 它厉害 它有加皮在里面 苦干苦干 它味道好香 嗯 我要偷挖一口 我只要吃这个 而且我还可以吃到 这个果粒的feel 它是一颗一颗的 顺便讲一下 那个什么 香格里拉台南远东饭店 最月楼 9月1号要推柚子餐 我们昨天有去试菜 它有一道是柚子炖汤 我还以为它拿鱼翅给我吃 因为柚子肉浮在上面 好像那种鱼翅的感觉 三翅 对 然后吃起来很清香 对不对 嗯 好 我们再试秋季的滋味 而且它的汤很香 鸡汤的味道很香 非常浓 清汤 但是味道很香 秋季的滋味 秋季的滋味 这也是阿兴师傅的 阿兴师傅 好啦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断面 这个断面真的好诱人喔 你看到没有 这是阿兴师傅 有没有看到 中间这一层 这个蛋糕我要留下来 等一下我要拍断面秀给大家看 有没有 还有一颗面秀 好漂亮 倒下去了 好 来 哥哥 我们接下来试的是秋季的滋味 秋季的滋味 我念给大家听 秋季的滋味 所有的蛋糕都是160 秋季的滋味是 制作繁复的甜点 这个 其实160算很便宜 很便宜 公益大师的 还有阿兴师傅 以香草塔殼为基底 覆盖松软的杏仁海绵蛋糕 中间有特制的文蛋鲜果酱 就是刚刚阿兴师傅 讲的周三跑去 跑去麻豆 还有法国的巧克力制成的奶馅 注入整个香草塔 这是香草塔 最后以栗子软馅覆盖 好 哥哥来 所以是法国栗子加上台南麻豆柚子 的结合体 这一颗一颗是什么 嗯哼 一颗一颗 这个我很难回答你 是巧克力豆吗 不是 吃吃看就知道 好来 试试看哦 给大家看一下上面 好来 有人说这么漂亮才160 对啊 这个甜点吃起来好好吃 而且层次感很多 我记得 非常有特色 我去了一家新开幕的 非常有特色 开幕了几个月的一个甜点店 嗯 就在双林捷运站附近 嗯 那时候 我跟瑞瑞进去买了个蛋糕200多块 呵呵呵 对啊很好笑 他是一个大 切一小片 卖200多块 你跟这个比 那个工艺 跟那个水准 跟用料 我觉得味道啦 我觉得味道不一样 好来 如何 嗯 那该我了 哥哥 我等一下要叫阿星师傅来讲 阿星师傅上次找了日本战神 来到台来到他这个饭店做活动 阿星师傅的学习很快 又奶又巧克力 又奶又巧克力哦 这个叫做秋天的滋味 比较接近台南的听众朋友 还有南部的听众朋友 比较容易来这里吃 哦 哇 有没有很奶 他奶线这个意思啊 是不是 纖纖在下面啊 嗯 还有哥哥 你刚才在讨论一颗一颗黑黑的那什么 破解一下 挖出来 试试看 吃起来不像巧克力丁哦 不是 有一个坚果的味道 坚果人 是一个坚果人 他坚果人有巧克力的颜色 嗯 因为烤焦 烤到这个颜色应该会 不是这样子 所以他应该不是烤 好我们今天要来试 最后一个甜点 这个甜点都贩售到9月30号 王瑞瑶人在台南 香格里拉 台南远东饭店 好 这个叫做 幼粒 我念一下幼粒 他说栗子慕斯 选用丰富口感的巴瑞巧克力 脆片为基底 加上巧克力蛋糕 中央注入由蚊蛋草莓 覆盆子 还有红醋粒所制成的红果酱 哇 他把这些东西做的好综合 再将栗子慕斯作为外层 并淋上巧克力镜面 四层不同风味的内馅 好 切下去 他其实是红果酱 我记得里面好像还有泰梅 对不对 我刚才听到 他里面有用泰梅去制作 红色的这个 嗯 来 昨天有人在台南圆环碰到我们两个人 我们这次来台南被好多粉丝认出来 我自己都吓一跳 我到哪里都有人叫我们两个人 因为我们两个人实在太好辨识了 好大一颗 来 我讲好大一颗保师傅瞪了我一下 如何 如何 因为我吃到一个那个护盆子 这个护盆子很酸 嗯 但是 你再吃到这个慕斯又很甜 哦 它这个 酸甜冲击之下 好来 该我吃 这个莓果慕斯 不会那么酸 嗯 但是你要吃到那颗护盆子 那酸味就会呛放 那果酸 好啦 来给大家看王瑞瑶吃甜点 下面 巧克力酥很香哦 有没有 都是软脆软脆的 它的巧克力的味道也很浓啊 嗯 嗯 它有一个果肉QQ的是不是 嗯 嗯 嗯 这个也很好吃 而且这口感很好 这口感好酥脆哦 这果肉就是柚子 可是我觉得这款没有 柚子跟莓果混在一起 这款没有栗子吗 有啊 这款它用的是栗子 栗子的慕斯 所以等于是它的栗子 嗨 钟君彩 是不是这个 所以等于是它的这个 栗子的慕斯 它的栗子味道反而是相对浅的 我们今天试了九款甜点 阿兴师傅 我要问阿兴师傅 阿兴师傅请坐 我记得阿兴师傅上次邀请日本战神 日本甜点战神来到 来到它的饭店里面 然后有聊到 接近大师学习了什么东西 嗯 好 那我这次要问 你这次又接近了法国的莫福工艺大师 法斯科大师 你又学到了什么呢 学到了什么 嗯 细节 细节 嗯 因为它毕竟是莫福 那它们莫福一下的时候 其实还蛮拯救 做的一切的小细节 一点 所以它在做甜点的时候 它每一层呢 它只要不行的 它就是打掉的 嗯哼 只要吃味道不对 不管它的过程 就算很完美 但是几个说对的话 它就是全部成对的 可是阿兴师傅 我有一个问题 嗯 我刚才其实就有问到 就比如说栗子这件事情 好像是法国的一个经典 嗯 代表的是一个季节 嗯 可是你看它在使用栗子的 这样子的材料的时候 嗯 有一些突破吗 还是有一些你之前没有看过的呢 有一些突破吗 有 嗯 就是怎么说 它有办法 栗子的蛋糕 它就是全部都栗子 但是吃起来 其实你说它甜嘛 我觉得也不算 我觉得很香 很好吃 不算太甜 而且非常香 那其实大部分它都会用香草 香草 栗子跟香草 非常大 香草可以帮栗子再出味道 哦 香草可以 然后还有包含有点盐 盐巴 对 香草跟盐 香草跟盐 对 去让栗子的味道更提味 可是我觉得味道是辅佐的啦 你并没有很强烈的香草的风味 也没有说很咸的感觉 并没有 对不对 就是让栗子的味道跳出来 要不然你当吃栗子的话 所以等于是这两个 然后还有就是 它一直对于蒙布郎这件事情很骄傲 对 就比如说它的蒙布郎 也不像我们以前吃的 就全部都是栗子 你知道栗子 栗子面 栗子面 它只有表面一层 里面那是什么呢 里面那个是香草 香草跟鲜奶 还有一点点盐 还有白巧克力 白巧克力 其实很合 奶味很重欸 我觉得 然后去做成了一个奶线 它上面那个球也是对不对 上面那个球也是 两个是一样的 因为很奶 就吃起来很奶 然后香草味更重 有听众朋友 应该是你们台南 住在台南 她说 姚姐在豪华阁 你好厉害喔 我这样拍 你也知道在豪华阁 你往上拍 等一下 往上拍给大家看 大家怎么知道 然后一直有人讲说 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的餐饮 餐饮水准没问题 你们怎么这样看得出来是豪华阁 好不好 赶快赶快拍一下阿星师傅 对阿 我觉得大家都会演绎所谓的萌布朗 可是大家的演绎方法都不一样 我记得上次日本战神的萌布朗 也让我印象好深刻 它那个厚厚的蛋白霜 对不对 好意外喔 因为萌布朗他是把蛋白霜 他觉得蛋白霜如果太多就是太甜 嗯 然后所以他用 他的蛋白霜是用装饰的 嗯哼 他是把 里面的那个香草奶线 放在里面当鸡的 嗯哼 对 然后跟栗子去做个 那蛋白霜就是这样 对阿 就这个 反正是蛋白霜 他把他的比例变小了 对不对 就只有这样一根一根 对不对 放在上面 真的很有趣 好啦 我是王瑞瑶 今天在台风天的时候 跟大家来分享 香格里拉台南远东饭店的甜点 而且卖到是9月底 我记得对不对 每一种 每一种 每一种都是160元 然后还有林文章 你为什么写铁板烧面呢 你是这里有铁板烧面吗 大家在推荐台南小吃吗 不知道大家在全台湾各地风雨的状况怎么样 不过我等一下就要跟保师傅回台北了 谢谢阿兴 你知道今天让我们吃到 很棒的甜点 而且每次他都 请了厉害的人 你知道 来到台南 这其实机会很难得哦 我们要结束直播了 我要去赶高铁了 太慢来了 有人说我太慢来了 我礼拜四就下来了 我今天吃得很饱 好啦阿兴师傅 我们要结束直播了 先拜拜 哥哥拜拜 拜拜 该我 该我就是我要讲拜拜了 好啦 我们要回去咯 知道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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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